剛才提到蘇童老師的好聽的音樂 聲音樂 不知道為什麼當中場休息的時候 就跟製作人聊到很多要跳舞的事情 這怎麼回事 以前大家唱片在做的時候 老師說都是用舞曲的形式 要讓大家下去跳舞 流行歌不就是要讓你流行的嗎 什麼叫流行歌 流行歌就是現在最流行的 現在最流行是什麼 就是跳舞 跳舞這樣 對啊 我說那個時代 一九三空年代 大家就在跳舞 有很modern的感覺在那裡 年輕人 年輕要走在時尚的尖端 就是要這樣子 對 因為剛才那一段時間在說 像我們這個沒有跳過舞的 就比較像麵包蟲 在那裡蠕動 那如果去夜店或什麼地方 大家看到我們這一群麵包蟲 在那裡蠕的蠕的那種 可能大家就跑了吧 也不會啦 其實長相決定先 如果你看到一個長得很像金城武的 它就不是麵包蟲了好不好 那個製作人發出了鋪支的笑聲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啦 我們又不會跳舞 又沒有長相 那我們只能唱心生生了 對 那真的你就是要心生生了 跳舞時代都跟我們沒有緣分 跳舞時代不是為你做的好不好 是這樣 對 我們只能繼續當麵包蟲 對 好 回歸主題 快點快點 蘇董老師還有什麼好玩的事情 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蘇董老師 他在1932年 就是加入克隆比亞 可是我們有看到一些報道 就是說 我們剛聽到那個翔南亞是在勝利唱片公司 對不對 對 那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為什麼他 剛剛我們一直在談說 他在1932加入了克隆比亞 克隆比亞也幫他出了很多音樂對不對 對 那怎麼突然1936年 就跑去勝利了 對 為什麼又在勝利 這個有什麼線索可以討論的嗎 沒有 其實就只是他的脾氣比較壞 所以他跟克隆比亞的老闆 伯爺正次郎 王家是有打你 王家 反正你也知道嘛 有在情的人 總是脾氣比較古怪一點 對不對 後來他就跳槽到勝利 對 他1935年的時候 他就跳到勝利 那我覺得 這個其實 他跳去勝利也好像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克隆比亞 他可能就是都是流行音樂 他都是比較屬於洋樂的 洋樂的話 比較著重於那種西洋音樂 那對他們漢樂的人可能就 好像發揮的空間比較少 是嗎 他是這個玩音跟這個配樂正次郎 王家是打的嗎 應該也不是啦 他本身就是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堅持 是 那後來也剛好就勝利有一個機會 他就跳槽過去 那跳槽過去好像 混得也 不錯 也不錯啊 因為你也知道勝利就是屬於一面流行歌 一面小曲 這就有一半的空間可以發揮 對啊 以前都看鄧玄老師 你 這是對 要砍霸子裡 對啊 就看鄧玄老師在那邊發揮 對不對 那 他跳去這個勝利 小曲的部分 他有機會來參與了 那當然這也是一個機會嘛 所以他就參與了很多創作 那其中我們剛剛聽到的鄉安音樂 他到現在也都一直在傳唱啊 是 那還有我們現在 第二部分要跟大家介紹 李立春 李立春這個名字好像很熟悉的 因為我很久沒聽到這條歌 這首歌也是非常知名的啊 他也是傳唱到現在 而且最厲害的是 唱李立春的這個原唱 鷹鷹阿嬤 鷹鷹阿嬤 對 他還在 今年都102歲了 哇 又在啊 對 他還在 我們那時候聽到的時候 我們還有去台北 當年去跟他開港啊 彩虹啊 阿嬤也跟我們講 他年輕的時候就住在那裡 對 後來我跟阿嬤在聊天的時候 阿嬤很開心 因為阿嬤都說台語嘛 對 剛好我也都說台語 而且阿嬤 太久沒人陪他說台語了 對 而且阿嬤他 他小時候住的地方 就是在江山樓旁邊 哇 剛好我小時候就是住在那裡 你又來了 這樣 真的啊 我就是住在那裡 所以我跟阿嬤在開港的時候 阿嬤就說 哇 我在說什麼你都聽到 江山樓就住在你們旁邊就對了 我那時候我小時候就住在江山樓的舊子 因為江山樓後來拆掉以後 他建了大樓 那一棟大樓就是我小時候住的地方 所以變成說阿嬤在講的一些事情 我全部都是遼落執掌 對啊 就只是好像有點說 插一個幾十年會的時空白晴 但是跟阿嬤在聊天的時候 阿嬤說的都是我小時候的足跡 你都接不起來 對 我都接不起來 跟阿嬤在開港 而且我還帶阿嬤去盤 去幫阿嬤聽 阿嬤自己聽到自己的作品 自己唱的聲音 他有感覺 我跟阿嬤說 我跟阿嬤說阿嬤 阿嬤在洗澡的時候 你在唱對不對 阿嬤起盤 你才有老的 他說我們三者沒有記者 拿起盤也沒有 所以就送給他們阿嬤 阿嬤也討好 阿嬤自己聽到自己的聲音 我說阿嬤你覺得會好唱 阿嬤自己在那裡說 阿嬤我老了 不好意思 阿嬤說有沒有 阿嬤開始拿出來 拿歌手出來 他就準備要唱了 音樂其實就是最好的一個 對 他自己一直在說 阿嬤我老了 我沒有要唱 阿嬤 阿嬤如果說 阿嬤我老了 老了眼鏡就拿出來了 啊歌好 阿嬤的歌手就拿出來了 你準備要唱了 他就用Standby好了 唱完還可以 他一百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他一百零一歲 他唱的Key 跟唱片的Key是原Key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而且還拉得上去 哇塞 真的厲害 哇塞 所以 沒關係 我們先讓所有的聽眾朋友 我們走過來聽看看 因為阿嬤 緣曲唱過的所有的日日春 好嗎 是 我們聽一下 我們聽一段 直到回來繼續講 好 中文字幕後 OK 音音阿嬤 真的是很厲害 101歲還可以拉圓Key 我不知道我101歲還能唱什麼歌 沒關係 我們應該撐不到這麼久 而且我去的時候 你知道阿嬤 我去找阿嬤的時候 你知道阿嬤在幹嘛嗎 阿嬤在幹嘛 在打麻糬 你們這樣打斷老人家的性質 這樣好嗎 阿嬤在打麻糬 跟他們那些女兒在打麻糬 以前我去的時候又到了 對啊 阿嬤剛好給人家吃掉了 對 他就糊了 他糊了 他很開心 他就出來了 他開始講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老人家是 他們就是說 可以到這個年紀 聽到他們自己年輕時候的一些作品 這個很有意義啦我覺得 對 他們家裡的這個女兒也很開心嘛 對 就是說你可以跟他們聊天 聊他們年輕的時候 阿嬤就開始跟你聊 他年輕的時候做過這個車長小姐 車長小姐好像大家都有點不太記得了吧 我記得耶 我小時候去很遠的地方的時候 好像去美濃還是去哪裡 是 那個車長小姐 他會幫你加車票嘛 對 一桶一桿這樣 回桿這樣 對 那個就有點像是空姐的概念 空姐的概念 以前小時候不懂的欣賞 都沒有仔細看 所以其實車長後來他有跟我說 他做車長小姐 是 那我也有問過說 他是怎麼 就是加入唱片公司的 他就說 我就唱歌嘛 就 人家就覺得好聽 他就是 概小概小 對 就有 他的表哥就是跟這個 勝利唱片公司的人介紹 是 他就 莫名其妙 他就去關唱片了 對 阿嬤阿嬤他在勝利的唱片裡面 他有發行過幾張的 他發行了兩張 兩張 對 剛好一張就是麗麗春 是的 而且他第一張麗麗春他就紅了 我也問過說 為什麼你的藝名要叫 茵茵 他就叫 黃茵的茵 對 他就有黃茵出谷 他就說 我現在就有黃茵出谷 所以叫茵茵 對 就是這樣子 真的就是這樣 是的 我說就是淵源 真的出不簡單 就是說你從一張唱片 你可以去跟原唱人聊天 你可以去了解更多 這張唱片的一些故事 我要跟他問說 你有沒有看過誰 他說 我去關 日日春的時候 手段先唱 他在裡面關唱片 他唱完之後 我去唱 他就親眼看到了當時候最紅的秀蘭 他也有看過那個孫孫 了解 對 所以這真的是真正的橫跨時空之一 對你可以 一拜訪 對 他還跟你說 純純他也認識什麼 你就很開心 好 了解 這樣 我們所有的朋友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回來再繼續聊第三段的 蘇童老師 好